但是我希望你们能从爱好出发 又但是能把爱好当职业的人 他真的是非常牛逼的人 爱好和专业 这是两回事 中间的鸿沟很大的 你不要太自行了 今天你能插一个花出来 你就觉得牛逼 我现在就是花一世了 我们也就结活了 这中间真的是有很大 可以提升的空间的 但是从爱好去出发 去找你的方向和服务 至少你能够坚持一段时间 你喜欢嘛 对不对 你就不那么计较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最后一点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多跟做的好的 自由职业的朋友去交朋友 因为自由职业者 旁边还是自由职业者 所以说他们可能是一个圈子的 或者怎么样也好 跟像我这样的人交朋友 会给到你一些比较真诚的建议 好我的建议都给完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并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你们也可以辩证的去看 我说的很多的话 但是我相信我说的话里面 也会有至少那么一两点 帮助到大家吧 这也是我做自媒体的意义 去分享一些 我认为自己总结下来 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你去干一份工作 也许它非常的拉跨 但是只要你把闪光的地方 吸收到你的三观里头 或者是知识体系里头 那么最终你会像滚雪人一样 滚成一个非常有自我独立意识的一个人 看书也是一样的 就是吸取你有用的观点就行了 但是一定要把它融进你的大脑里面 你才能够从中受益 我每天可能也都会去看很多B站的视频 或者是各个平台的视频 有个人说的很好 有的人说的很偏颇 但是说的偏颇的人 他一定也有有价值的地方 我不会说 哎呀 那个视频不是我的菜 他就怎么怎么样了 我从来都不会这样子 如果能刷到这个视频 代表你很有机会和我成为朋友 我也是很欢迎大家跟我互动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有问题的朋友是可以给我留言的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哈喽大家好 这是云吞 好久不见了 我2022年的年末我特别的忙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录视频给大家 其实呢 我早就写好了一个2022年的年度总结 和一个2023年的年度展望 但是真的高浓度的年末 加上我整个就是过年 这七天假期我回了我老家南昌 在南昌每天就是嗨吃嗨睡走进去 所以也就是没有抽出时间来录这个视频 现在已经是大年初八的凌晨了 我刚好抽出了大概一个小时来捋一下自己的文案 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2022年的年末我就是找了一份工作嘛 时隔八年开始上班了 之前我破过视频的 我就周一到周五呢是高强度的工作 周末的时候呢有时间去做做花艺 到了年底的时候还是有在就是设计一些年宵花的花艺 和做一些就是年宵花的活动 和极客汽车有合作两场年宵花的一个活动 大概有售出50个左右的年宵花 我个人的产能来讲已经到极限了 非常的疲惫 我的朋友都说我是卷王啊 工作的飞起 简直就是无时不刻不在工作 其实有好的机会 我一向都是珍惜的 当然去年年底我也养的身体不是特别好 其实是有一些变故在里面的 现在就来先做一个2022年的总结 我现在是抱着我电脑的 我要说的话我都写下来了 整个2022年还是被笼罩在疫情的乌云之下 包括对花艺啊 还有对很多其他的工作 其实年中的时候我有去做一个酒吧的策划 整个酒吧装修啊软装啊 什么都弄好了 宣传设计 但是还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根本就没有开起来 但是这些事情吧 它也是打击不到我 只会让我情绪会有一定的波动 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乐观和自信的 所以我不会一直都会去看 过去发生的一些既定事实 我还是会更多的去总结一些方法论 那么我在2022年关于工作的方向上 其实就是两句话 第一个是旧的能力我不丢 第二个是新的能力 我必须得保持学习 虽然我已经30多岁了 但是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 一个文案加编辑 所以我一直的文字功底 我是永远都不希望自己被弱化的 这个文案这个能力是永不过时的能力 我最喜欢的就是文案的教师 我的一个初始化的教师还是李新平 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吸得的能力 无论你是想做自媒体也好 还是想做自己的品牌也罢 宣传是很重要的 所以写好多文案很重要 最后之后就又去应聘 做短视频的文案撰写 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脉相承的 旧的能力我要温故而知心 我不能够弱化掉 关于花艺的能力 我就是时常的找到随手能锻炼的机会 因为其实花艺像是一个技术公众 它已经完全映射在我的这个肢体动作里面 我拿到艺术花艺以后 我就知道去怎么去做它 所以这个感觉跟这个写作和这个文案是两回事 它更像是一种肌肉反应 所以只要保证你每周都有一到两次的锻炼 其实这个能力是不会丢的 那么新的知识其实还是关于短视频相关的 我撰写的内容主要是护肤的知识 护肤的知识我也在不停的学习 现在也慢慢的渐入家境 有了一定的知识体系以后 它就可以很快的输出了 个人经验上的一个提升可能就是学会妥协 因为其实过了30岁以后 这个莫名其妙的原则会越来越多 但是选择针对你的事实就是越来越少 那么这些原则其实不破不利 我觉得人还是要在不停的工作中加强对自己的认知 比如说我有很多朋友他的原则 我找工作不能离家五公里以外 这是什么原则 这些原则其实是建立在你的个人能力之上的 如果现在的就业市场和你的个人能力 根本就是这个原则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破的原则 其实我几年不回